這夜蔣家文、陳婷欣、劉沛月 為新劇《幻冥真相》拍攝 別看Moon和Toby這麼輕鬆 其實他們正在準備拍哭戲 Action 真是說哭就哭很專業 我怎麼不想的 現實中相當喜歡笑的Moon 就說之前用了一些功夫 去鑽研怎樣投入演哭戲 以前我發覺 我幾年前 新一點的時候 我真的會想一些很off track的事情 想想現實生活 可能如果爸爸媽媽不在 愛的人不在 那便會哭得出 但是每一次 或者聽一些很慘的歌 以為就會哭得出 但原來不是那麼有效的 真的要投入那個劇情 想想發生什麼事 這樣其實原來才是最容易 即是那種 史丹妮夫斯基 那個人愛到愛 最後愛到回來 就要這樣來的 原來是這樣 至於Toby就比較擔心一場浸浴氣氛 因為他在家裡不小心撞損了膝蓋 昨晚在家裡有個小小的家居意外 我撞到電視桌子 叫做電視桌子 我撞到好像有隻五索在腳那裏 有很多傷口 昨晚是流血了 這個之前就 握到一塊板 黑了一個星期 全部都是在右腳發生 對 不是左腳都有的 很多戰績 即是待會你都要 不知道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一些方法 可能是很有型的 把腳放在浴缸邊 那你就整晚 就是你要保持住 但是你就整晚都不要碰水 最近密密拍攝的蔣家文 都有攝時間 收看自己有份演出的 《反黑路人甲》 他大讚成品超出預期 昨天是 因為有一場戲是隔了 所以我立刻衝去化妝間看 看了半小時 後半小時 我覺得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因為拍攝的時候 我未想像到究竟是怎樣 我以為是很實質的一套喜劇 但是原來出到街 那個幽默感又多了 再加上後期製作 我覺得整套東西 比我想像中更好笑和輕鬆